請問問你 回答你 請問你 請問我 你可以唱歌嗎 請問你 我曾經也是差一點要被客人 抓下台答 不是 是因為客人 因為我太愛唱了 所以在台南各大的 舞台或者是酒吧 都會看到我的鐘音 所以愛喝酒的人也會常常看到我 所以他喝在哪裡都在唱 喝到哪裡就是看到我 然後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唱 你下來那個手就是要 就這樣 怎麼 然後我就很害怕 然後我就慢慢躲 他其實喝醉了對不對 對 他喝醉 我就慢慢躲到那個樂手的後面 我就想說不行 這是我最愛的工作 然後就慢慢 躲在樂手 然後沒讓他們打他 對 我想說他如果要上來的話 就先推樂手 然後就慢慢我又走到中間 然後就看那個老闆 有在跟那個酒醉的客人安撫他 然後我就看著他說 先生 很不好意思 這是我最愛的工作 我必須要完成它 請你讓我唱完好嗎 結果唱完之後的隔幾天 他 我只要在哪裡唱 都會有他的出現 他都會出現 那他就是愛上妳了嗎 對啊 對哦 所以他就成為我的忠實粉絲 忠實粉絲對不對 就是不打不相認的對不對 不過我好奇的問一下 因為像以前都唱現場的舞台 會不會遇到怪咖 會 就說喝酒有了 在舞台一定常常喝酒 對,人家會自己點唱 有一次就是有一個黑道老大 帶一大群小弟來聽歌 我那時候就很緊張 聽過前輩講說 以前黑道拿槍直接頂頭什麼的 都很害怕 所以他那時候就點了一張點歌單 就寫風中的承諾 然後我又很緊張 因為小弟拿過來的時候 就跟我說 我跟你說 好 我們當時要點的 要唱 然後我就很緊張 然後又很害怕 就想說算了 今天要死也要死得漂亮 然後我就說 老師,來一點節奏 好 Yo 對 風中的承諾 Yo 今天來到這裡 看你開心嗎 今天我忘記 風中的承諾怎麼唱 所以我用 Rap 昨夜的雨 驚醒我承諾的夢 迷惑的心 纏滿昨日的痛 Yeah 切給老油 切給老 手撈起來 手撈起來 把你的手放在空中轉 嘿 好 嘿 好 Yo 不簡單 你數定了 結果 什麼不簡單 是很開心 因為那個老大如果穿背起來 這樣 這樣 沒有,這樣 你好有創意哦 對啊 還這樣 穿背起來 因為我真的太緊張 忘記怎麼唱了 對啊,不是這樣唱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發抖 因為我還下台跟那個老大 就是在他前面這樣 嘿好 嘿,又 然後結果那個 背下去 坐下去 結果最後 那個大哥 他就這樣掌聲鼓勵 不錯 不錯 然後就準備了一疊 很厚的一千塊 對 要給我當小費 他覺得說我給他面子 為了他唱這種 不一樣版本的歌曲給他 所以全場的人都一直笑 然後他覺得我給他就是面子 太有面子了 所以我那時候很害怕 那一疊有多少 我目測大概 應該有十萬、三十萬左右吧 因為很厚一點 但是我不敢拿 又又又又有三十萬 你是不敢拿 是說那個價格的面子 不是,因為我怕拿了之後 可能就要跟他回家 因為老大,你知道 身邊少女人 老大不會這樣吧 老大不會這樣 一般應該不會 老大很正派 老大那個人都比較正派 對 你不看他去,他不會勉強 真的 那我們相信你 不會勉強 相信你 最後呢 最後我就沒有拿了 對啊 我就繼續唱 真的沒有給他拿 我沒有拿,我不敢拿 沒有拿 對 他也收回來這樣嗎 對 那時候你要把它收起來 對不對 這樣回家會蓋他對不對 對啊 人家如果這樣就是要收起來 對啊 不要再還給他了 對 對